我們看這一題 ABCD這個四邊形 它的四個頂角分別是多少呢? 85度、70度、105度和100度 角1、角2、角3、角4 它現在要你比較什麼? AB的話 這兩個選項要你比較什麼? 角1加角2 角1加角2跟角3加角4 首先角1跟角2 角1加角2跟角3加角4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同樣扣這個角以後 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等於這兩個角加起來 所以這個會相等 那第一個選項它說是小於 那這個當然是不對 第二個選項它說是大於 這個當然是不對 那CD這兩個選項的話 要你比較什麼呢? 比較角1加上角4 跟角2加角3 要比較這兩個角度的比 好了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來看 角1跟角3 如果這個是平行的話 如果這裡的話 如果是多少呢? 這裡的話如果是95度的話 這裡如果是95度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這兩個就平行了 那角1跟角3就一樣 如果是95度的話會比較平 這個的話呢? 如果是95度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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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角1 因為內錯角 這裡的話就是角1 角3小於角1 那角3的話呢? 角3的話呢? 角3的話呢? 他就大於角4 因為這兩個角 角3如果是小於角1的話 那這個比較小的時候的話 角3如果小於 這個如果比他小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比較小的話 這個要變大 因為這兩個一樣 這變小的話 這個要變大 角1小 角3小於小1的話 那角4就會大於角2 角4他就會大於角2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角4跟角1兩個都是大角 這兩個角的話就是大角 所以呢? 我就想說 角1加3的角4 角1比較大 角4比較大 這兩個角加起來 就大於這兩個角 這兩個角加起來 大於角2加上角3 大於角2加上角3 所以答案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哪一個? 應該要選D 這個選項它都是小於 另外這個選項的話 是角1大於角4 這個大於多少呢? 角2加上角3 那這個才對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D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D 好嗎? 好嗎? 好嗎?